民进党今天为创党元老傅政 举行逝世20周年的追思会 而刚刚获得党内提名参选总统的蔡英文 邀请民进党历任党主席共同参加 而本来呢 党中央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 营造蔡苏同台的大团结气氛 但是因为苏贞昌另有形成 让蔡苏同台的剧本破局了 至于什么时候这两个人才有机会碰面呢 蔡英文表示党中央正在规划 但是苏贞昌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 只淡淡地说 好像并没有联络 民进党创党元老傅政事是20周年 傅政呼吁团结的影片 也在创党初十地圆山饭店播放 包括蔡英文在内 几位前任党主席也都来追思 原本想借此营造蔡苏同台大团结 但因为苏贞昌缺席 最后破局 苏贞昌因为另外还有行程 因此蔡苏两人要面对面 恐怕还得要再等一等 而从蔡英文确定是民进党2012年总统参选人之后 副手的人选大家都很关心 甚至现在还传出要从企业界借降 但蔡英文一点都不急 还要大家一起劳力激荡 大家有不同的说法 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互相劳力激荡一下 这毕竟是党的大事 我们要找出一个候选人 那他有助于我们的胜选 更有助于我们将来执政的稳定 副手是谁 蔡英文暂时保留答案 但前驻媒代表吴钊燮日前赴媒访问 在华府抛出民进党2012年 如果重新执政 可能一港澳模式 取代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 蔡英文说那是吴钊燮个人意见 不代表民进党 一旦民进党重新执政 蔡英文认为 不用改变两岸开放交流的关系 两岸可以向前看 找出可长可久的交流共识 介绍英磊齐台北报道